我們先講明天幾點協商好不好 我們如果各位黨團幹部我先宣布 明天早上十點我們繼續協商可以嗎 好 要十二點 因為下午要到下午法庭吧 黃國昌總統請表示意見 明天上午有委員會 明天我們委員會還要開耶 對阿 公安報告可以先講一講嗎 不好意思齁 我明天是上午 我還有委員會要質詢 然後下午還有憲法法庭 對 我現在是把很現實的工作時程 跟院長做報告 並不是說我人不在院內 跑去玩或是其他的地方 不過現實上面 你說你明天上午有委員會 那就專案報告嘛 只有有心的話你就先去發言就來了嘛 尤其當黨邊的曹瑞湘一定要參加 昨天我們沒有參加 是有跟院長先言明在先的 從來在黨邊 當黨邊沒有說我有委員會 你說這是第一優先嘛 所以大家必須空著時間 這是黨邊的責任嘛 黨邊不能說我要有委員會 就來參加 當他一直拖著 每天都要演委員會嘛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說 黨邊還是要做黨邊的事情 今天要談後續的部分嘛 看你還有多少案子 我們讓黃國昌總召請發言 你們在動什麼 我還沒講完 你們在動什麼 沒有沒有 不是 我們在排這些時間的工作上面 我們都盡量配合 院長這邊的財視 就是本來委員會 或現在法庭的工作 結束了以後 你要到晚上 坐在這邊協商 我都沒有問題 我都沒有問題 但 我沒有辦法接受 像柯建民委員剛剛那樣子的發言模式 他的工作習慣 他不去委員會 所以他的時間都OK 我們是習慣有要去委員會 去做質詢的人 柯建民你不能夠永遠都主張 對你自己方便的方式 昨天下午 大家不是坐在這邊等你們嗎 那不是一下 那你解釋過了 你不在場 沒有啦 要吵再來吵沒有關係 你要解釋 那是你個人的解釋嘛 現實上 昨天有召開 院長滅了啦 院長滅了啦 院長跟他說 尊重發言委會的發言 請你繼續 所以我還是拉回來 齁就是 需要協商這件事情 我再強調一次 院長只要安排 我們都會盡力的 去做配合 我剛發言的時候 我只是很清楚的 跟院長講說 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本來排定的工作 各自有什麼東西 那所以可能會產生衝突 請這個黃國昌總召 不要搞得全世界你最忙 立法院只有你最認真 然後你還指著什麼 柯總召不質詢這種事情 我們都是司法法制委員會的 明天你要質詢 吳四瑶也要質詢 我們的招委 中嘉賓也要質詢 我們只是在議案上怎麼排出 我們同時除了是個別委員 我們更是黨邊 所以在工作的priority裡頭 應該有一個智慧可以去做 時間的分派 去指導別人怎麼樣 我覺得這種都不需要 我們可以大家平平理 每一次在這裡黨團協商 柯建平總召永遠是 從頭做到尾的人 來來去去的人 我就不要說了 所以不要自己 心中只有自己最偉大 我覺得這樣都不是一個好的態度 我也不想很有火氣的講話 好 謝謝經濟部國部長再請坐 我現在宣布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我們能源署的郵署長 謝謝 好 台電曾頭長 那剛才三黨已經 大家把自己的想法 都已經暢所欲言 那顯然我們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大家的表述 我想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就等我們繼續溝通 繼續協商好不好 那我們訂閱法 再一次謝謝郭部長 也謝謝台電曾頭長 謝謝 請 好 謝謝 謝謝啊 接下來我們現在進行第二項 協商議題 考試院人事同意權 按相關事宜 先跟各位黨邊來報告一下 總統是五月三十一日 被提名人名單 寄送我們本院同意 本院在六月七日 經院會決定 交付全院委員會審查 另外 本院新修正的職權行事法 已在六月二十四日 總統公布 現在進行憲法法庭的處理程序中 三 基於上開的情況 到底考試院的同意權案 我們要適用新法還是舊法 要先聽聽各位黨團的意見 不過在聽各位黨團意見之前 我先請幕僚單位法制局 先做一個初步的說明 另外針對新舊法的適用 考試委員的同意權案 我們院會時程會有 是不是如何的不同 也要請幕僚單位的一併 為各位黨團幹部 做一個說明跟分析 之後再請各黨團來表達意見 那麼麻煩請現場 大家請保持安靜 我們請法制局 請先做說明 是院長各位委員先進 法制局先做初步的報告 那針對 好 針對法律適用的問題 我先 就兩個層面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 如果從一般法律適用的角度來觀察 因為針對新舊法的適用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定 有一般性的原則 那原則上各機關在適用法規的時候 如果在處理程序終結之前 它所 準許的法規有變更的時候是適用新的法規 那這就是一般我們所稱的實體重就 程序重新的原則 那法務部也曾經在103年 曾經對這個法條做出函示 它裡面有指出 中央法規標準法是標條所稱的 重新重有的原則的適用 它是指在處理程序終結前 實體法規有變更者而言 那當然就是這個程序法規 原則上就是 依照程序重新的原則來適用 那這部分我們有發資料給大家 就是第一份 上面第一頁就是這個法務部所做的函示 那重點部分 我有用銀光筆註記 讓為便於閱讀 那另外所以說呢 這次直接行使法有關統一權的修正條文 因為也沒有特別去令定它的施行日期 所以原則上就是適用一般施行的規定 那這總統發布的就是113年6月24號 算到第三日 現在已經發生了效力 好那第二 至於第二個部分 就是說針對新舊法 法規範有一些差異性的條文 那到底是要適用舊法或適用新法 那這個部分本院也應該可以有 這個國會自律原則的適用 那真的這個部分 首先我要先說明的是 針對這次銅一權的修正條文 倒是再來看 都是屬於這些程序事項的一些修正的規範 那依照剛剛所報告的 一般法律適用的法律來推論 原則上就是適用這個修正後的新法 來行使相關的程序 那因為剛剛有院長有提到 就是有些主張認為 說這個相關條文 因為現在還在這個 視線程序的成立當中 那所以仍然有爭議存在 那是不是應該要直接適用新法 等等的這方面的主張 那剛剛說明了 就是說這個修正條文 現在已經是有效施行公佈的一個狀態 那本院是不是可以自主決定說 來適用舊法或者是 直接適用新法或者是為了避免爭議 來先適用舊法的程序的部分 那這部分可以參考 大法官前面曾經做出 試制第342號解釋 那這位我也幫各位 把印尔附件的第二頁 有用螢光註記的部分 也給各位參考 那這裡面提到的就說 他的解釋理由書已經明文的指出 國會在行使立法權的程序 這些意識規範要如何鑑行 是屬於我們國會的內部事項 那原則上就是學理上稱之為 這個國會自律或是國會自治 那各國國會呢 的意識規範 除了在適用之際呢 也甚至可以根據他自己的決議 再加以變通 那但是是必須有做這個主張的議員 或者是所屬的政黨來自行負擔這個 政治上的責任 意思就是說 這個國會一事規範的適用 跟我們一般行政機關 必須要依照法規嚴格執行 並且受監督跟審查的情形 是不一樣的 好所以 綜合上 委員針對這個同學行使的程序 是不是要透過決議 當然也包括就是做成這個 黨團協商結論的方式 來加以變通 然後依照前述大法官解釋的意志 然後這個 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國會是有 我認為是有國會自律原則的適用 那可以跟一般這個 機關依照法規嚴格執行的 適用程序有著不同 以上簡單說明 謝謝 第二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 因為新旧法會 牽扯到我們院會的時程 會有非常大的不同 我們請議事處的高處長 請跟各位黨團幹部報告 那個跟各位黨團幹部來說明一下 方才我們法治局對於這個 新法跟舊法的適用 他認為是說有國會自律原則的適用 當然不必有所謂的一個 嚴格的一個規定 所以呢 為了要方便各位黨團幹部去了解說 過去舊法時期或新法時期有什麼不同呢 他在時程上我來做一個初步說明 那各位黨編呢 手上有一個舊的時期的那個 考委統一權案 也就是說上一次的那個 黃榮村 也就是目前的考試院長 黃榮村跟這個周鴻宣副院長 那時候我們在109年的時候呢 在院會的處理方式是 公聽會的日期是7月7號 就是使用半天 那全院委員會審查會部分呢 黃榮村考試院院長被提名的 我們是利用半天 就是7月8號 那副院長周鴻宣的部分 在上一次是在7月8號的下午 就是各半天 也就是院長副院長是利用一天的 全院委員會來進行口頭詢問跟答覆 那另外考委的部分 在上一次的考委 這個總統是提名總共是9位 那我們是也是利用一天的時間 早上呢是進行4個被提名人的一個 綜合的這個列席跟這個答覆 那下午的部分是利用那個5個人的部分 來進行說明 也是利用一天的時間來進行 9位考委的這個口頭詢問跟說明 所以我們在全院委員會的公聽會跟審查部分呢 總共的工作時間是運用兩天半的時間 那全院委員會一審查完去 隔天院會就立刻進行同意權案的一個無記名投票 所以呢整個全院委員會的一個審查事程 包含院會呢總共使用的是三天半的時間 在舊法時期它是比較緊密 但是新法的規定呢 因為跟舊法有一些主要的不同點 在我們這個6月24號總統公布的新法 他有規定說這個同意權案自交付審查之日起 期間是不能少於一個月 審查的時候呢也必須針對被提名人去進行 分開跟分別的這個審查跟說明 換言之說舊法時期我們把四個五個這樣子 去把它一起列席一起詢問 這個當然就是在新法時期就可能要做分別的處理 那另外就是全院委員會審查完去隔天 要不要進行同意權案的答案是不行的 新法規定是全院委員會審查完去之後 你擬據審查報告要經過10天的等待期 院會才能夠進行同意權案的記名投票表決 跟舊的吳敬明也不太一樣 要用記名投票表決 那另外呢在全院委員會審查之前呢 還有一個新的制度就是 黨團可以跟被提名人提出書面的詢問 那這個書面詢問呢要給被提名人10天的準備時間 而且被提名人也要寫下一個結文 他必須要提供一個書面的結文 那全院委員會的進行口頭詢問的時候 這個被提名人在回答問題之前也要拒絕 也要提供一個結文 所以針對結文的部分呢 我們法治局有提供一個結文的草稿 就是新法時期的結文草稿 可能要給各黨邊這個參考看看 現在就發下去 發給各位為幹部的手上 結文 沒有就是給他們參考的草稿 結文的草稿 結文的草稿發下去 那我們審查期間呢 依照新法規定是一定要開公聽會 那我們舊法時期本來就有開公聽會半天 所以審查期間也有開公聽會 那另外呢 這個就是新法的規定 因為它有一些等待期10天 然後詢問也有10天 所以如果我們將來決定要採用新法的話 那個時程呢 還有它的審查密度 會比我們舊法時期的三天半 可能會來的長一點 至於說要長多少 這個當然就是透過國衛之律 我們來決定 那這個結文的部分 現在是給各位黨邊做參考 如果大家願意說 將來新法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如果因為目前這個案子 正在大法官的那個憲法訴訟程式 如果說未來大家真的要用 對這個結文各黨團也有共識的話 那這個結文的參考格式 就給大家參考 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結文是拿來用的 那如果還沒有共識 我們是不會去 去在沒有黨團同意之下 使用這樣的一個結文 所以以上的初步報告 就是說新法會比較長一點 舊法會比較舊 舊法會比較快 大概是個三天半 那當然將來審查時程要排 多長多短 就要透過國會自律來處理 以上報告 謝謝醫師處高處長 那各位委員請 好 第一位請柯建民總召請發言 接下來哪一位舉手 好 我們接下來請那個國民黨 請準備 請請 仔細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對於考試院的董 院長 董院長引來至於這個考會的 同學行使 拿出來討論 當然我們可以接受 當然是不必交得太 太討論 法所有的要結文什麼都弄出來 第一個我們要講就是說 有關於 我們上次 職員行使法在議員通過以後 本黨黨團以及總統府 以及行政院 乃至於包括 建塔院 四個單位 事件齊發 可能就是說 那四個單位 都提出事件 同時也提出了 暫時詛問 況且 我們要了解清楚 上禮拜我們在這裡協商 明天下午就是要暫時詛問 要辯論 要裁定情 然後這個結論 因為裡面我們去實現任存的部分 也有包括人是同意的部分 因為這個很急 很急 要影響到立法案 到底要不懂什麼行使 所以這個都是在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各黨都要去 包括立法案有三個代表 也有三個朱鋒律師 那包括黃河東偉也會去嘛 那 吳宗憲 歐小林嘛 然後我們黨團也有三個會去 那是共用了三十分鐘 四個單位 我們四個單位用三十分鐘 然後立法案的部分 三十分鐘 那我們就立法案的部分 我們就簽了 就離浪 這個東西 已經走過去了 明天下午就要處理了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這個 並不適當啦 那馬上都要裁決下來嘛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呢 另外一個 實體性的話 實體性的 憲法庭 是在8月6號 等這一次都扯在陸地的時候 我們在處理 可能會比較恰當 我個人認為這樣 這個 沒有所謂什麼 那 現在在講的 實體重 成立重新 也不是大火 是三十二的範疇啦 三十二也很清楚 當然三十二那時候 會有國安三法的問題嘛 但是這也很重要 不能違背憲法 另外一解 所有一解不能違背憲法 這很重要 所以剛才 佛志祺 取決了三十二 四十三十二是 演藝師堂 另外 那我翻四十九九 包括程序性都 程序有問題 程序有問題的話 我問程序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 當為這個事件理由 暫停處分 所以我是覺得 佛志祺不要 不要拿出一個什麼三四個出來 你把整個三個看清楚 還是總共有一句話 明天下午 各黨就要去秀法庭了嘛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 並不是很恰當 謝謝 柯建民總統 今天請國民黨團 請發言 好 謝謝院長 那我想 這個剛才法治局 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我們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現在已經三讀通過 依照現行有效的法律 我想立法院也要 這個依法行政 既然職權行使法 是這樣的規定 那我們程序一定是重新的 沒有重就的 我想這個是我們法律的ABC 所以沒有所謂的什麼 這個大法官會解釋 或者釋憲案 到時 就總照的意思 好像釋憲就一定會通過 你是大法官 沒有 你是大法官 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不要亂 所以 所以我們依照現行的 職權行使法 所以我們依照現行的 職權行使法 來去 因為你看你的發言是這樣子 我們聽到的是這樣子 沒有問題 所以 所以說好啦 沒有就沒有 你已經澄清了 所以我想我們就依照法律的規定 現在現行的法律規定 我們來做相關考試委員的審查 我想這沒有任何疑義的 法律上沒有任何疑義 那我再特別講一下342號解釋 我想這部分 也是從大法官會議解釋 342號 就看得出來 我們國會自律 國會自治 我們依照我們的議事規則 所訂定的相關法律 依照我們大法官會議 4次第32號 就講得很清楚了 這個要尊重 行政院要尊重 行政院帶頭來這個提覆議 大法官會議 其實就講那麼清楚了 整個立法的過程 絕對是符合我們 立法院自治的 職權行使法 也符合我們國會自治的精神 所以我想 我們整個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通過的條文 絕對沒有任何疑義 我們依照 我們現在的立法院的 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 對考試委員來進行相關的審查 以上謝謝 謝謝林思敏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請民眾黨請發言 謝謝院長喔 我想第一個 各黨團有各黨團的主張 那我們這裡老實說 這個場域也不是憲法法庭 所以我覺得跟憲法訴訟有關係的部分 到憲法法庭 不管是透過書狀 還是透過言辭 來加以表達 在黨團協商的這個現場 真的我覺得 沒有什麼必要 花太多的時間 在辯論這件事 要不然的話 我覺得可能辯論個三天三夜 時間都不夠用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法治國家 就按照法律來施行 那在我國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創設一個制度 是 不用遵守相關的法規範 不用繳稅 這個我相信現行法的規定 是很清楚 那因此 但我最後一個 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不管是按照新法 還是按照舊法 我們現在 目前 我們的院會 按照上一次 協商的結論 是到7月的16號 那以今天的角度來看 其實就只剩下 禮拜五 跟下禮拜二 兩天可以使用 那當然我了解 各個黨團 對於接下來 到底是要延會 還是要開臨時會 有不同的主張 我都尊重 我們就按照意識規則 來進行就好了 只是說 在整個時程的安排上 不管是新法 還是舊法 當然我知道剛剛高處長 做了一些清楚的說明 因為新法 我們要求的審查密度 是比較高的 所以時間會長一點 那舊法相對 是比較鬆散 時間可以把它排得緊一點 但不管是長的 還是短的 基本上大致的時間區塊 是不是 可以稍微簡單的 大家表示一下看法 那我們到底是 要什麼時候做 不管 我現在先不想進入 要開延會 還是臨時會 的這個爭執 這不是現在 在檯面上面 要處理的問題 不管是透過 什麼樣的形式 我們是打算 用7月的下半旬 處理 用8月處理 還是用9月處理 如果有一個比較 大致的時間的規劃的話 我相信對於本院 其他的同仁 他們在工作上面 的安排 也會有一個比較清楚 的方向 以上是台灣民眾黨團的看法 謝謝黃國昌總召的發言 關於時程上的長短 這個分析 我會請議事處 準備一個書面資料 請各位黨團來參考 如果我們舊法 他的時間 會怎麼樣的來安排 如果是新法 他會消耗多少時間 大概怎麼樣來排 這個要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好接下來請 謝謝 趙偉 謝謝 我們請中嘉賓 趙偉請發言 謝謝 院長主席 各黨團的代表 那我想呢 今天的這些協商四項 關於這第二項的考試院 人事同意權的相關事宜 主要還是關鍵在16號 我們可能有些重要的法案 希望能夠即時的完成立法 那這個案子呢 倒不是跟立法有關 是跟後續的議事日程有關 那其實同仁們關切的 都是在於說 在16號之後 在下一次的集會的日程 是怎麼樣 所以呢 我是建議把這個事情呢 就成如剛剛主席所裁事的 就由這個議事組當邊呢 就自心製 可能需要的騎乘做預估 那我們可以在16號 院會之前 簡單的一個程序上 去議定16號之後的相關的議事日程 怎麼安排 這個議題留在那時候 巧合就可以了 謝謝 謝謝中嘉賓招偉的發言 報告各位黨團幹部 我們新舊法的適用 大家意見不一 我們就折其在協商 法治局出您的結文格式的部分呢 就請大家共參 議事處會您定義的時間上的一個分析 也請各位黨團幹部來參考 那現在已經建議中午 之後呢我們今天有程序委員會 很多黨團幹部都要去開程序委員會 那中午呢 也有到訪的外賓 所以呢我們早上協商到此為止 下午2點我們繼續 然後我們有一個打炸 對不起 我先把這個講完之後讓你發言 我們有一個打炸事法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律案 也要請大家踴躍出席 請黃國昌總召請 那個月長我們今天下午的協商 有個預定的事程 還是把它全部處理完 兩點到三點 但是我希望能夠把它處理完畢 我們再散會 打炸事法 明天後天都可以處理 對 我們 請大家黨團幹部做好 請大家黨團幹部做好心理準備 可能我們明天後天也有可能 要繼續召開超越協商 如果我們沒有處理完的話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 我講一分鐘就好 剛剛黃常委員談那時候 我們曾經超有想過 有關於 從以前其實都是臨時會處理的 好 那今天 請副婚記總召請補充 抱歉 因為畢竟啊 這個 有蠻多的需要大家一起坐下來談的這些 不管是法案也好 人事同意權也好 那今天 今天下午我們兩點到三點 是不是我們盡可能就把 執政黨需要通過了這個打炸事法的部分 那個國昌總召我們下午就兩點到三點 盡量把打炸事法這個部分先處理完 好不好 那明天 我們先講明天幾點協商好不好 我們如果各位黨團幹部我宣布 明天早上十點我們繼續協商可以嗎 好 要十二點 因為下午要到下午法庭吧 黃國昌總召請表示意見 明天上午有委員會 明天我們委員會還要開 對啊 那公安報告可以先講一講嗎 不好意思齁 我明天是上午 我還有委員會要質詢 然後下午還有憲法法庭 對 我現在是把很現實的工作時程 跟院長做報告 並不是說我人不在院內 跑去玩或是其他的地方 限時上面 現實上面明天是有委員會 要進行 那這樣好不好請拜託大家 後天 時間全部空出來好嗎 那個我要跟院長報告 星期四 司法法制委員會 要排有關於反貪腐法制 跟妨礙司法公正 所以 那所以 就禮拜四的部分 我必須要 就是回去黨團 再跟其他兩位幹部協調 時間上面 大家是不是能夠配合 因為 禮拜四的司法法制委員會 有重要的法案尋答 也要排成 請休息一下 下午兩點好嗎 院長我講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請柯總再補充 我講一下 你說你明天上午有委員會 那是專案報告 只有有新的話 你就先去發言就來了嘛 尤其當黨編的 曹瑞翔一定要參加 昨天我們沒有參加 是有跟院長先言明在先的 從來在黨編 當本編沒有說我有委員會 你說這是第一優先嘛 因為大家都知道 你剛才自己也講清楚 12號 12號 那16號嘛 那我打大司法很多法案要處理嘛 所以大家必須控制時間 這是黨編的責任嘛 黨編不能說我有委員會 就來參加 大家一直拖著 每天都要演委員會嘛 所以我是希望就是說 黨編還是要做黨編的事情 那這個已經到最後的時間了嘛 請吳士堯幹事長補充 先派其他委員先來嘛 實際上可能明天比較適妥啦 明天明上午 因為我們同時都是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委員 那明天那個專案報告 如果委員可以早一點去安排質詢這樣 那另外因為禮拜四的時間比較不妥也 因為這個下午還有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協商 所以都會overlap這樣子 對都會卡在一起 但是我就說為了擔心到禮拜四都卡住 明天可以先行協商 所以明天 胡宗憲也有排啦 所以明天先協商比較 如果現在也是排在宴會上面 所以最重要嘛 對 所以明天比較好啦 一定是明天後 他已經要密集日協商了 現在一個問題就是說 今天下午如果很順利 打到司法都協商完畢了 那我們心理壓力就減輕了 所以我們做一個補充 請黃國昌早上 明天早上十點半 對 我們做一個 對不起 禮拜四下午 禮拜四早上十點半 我們開始繼續來協商 明天因為現在 關鍵還有一個憲法法庭的問題 那是下午啊 那個院長 對不起 我插播一分鐘就好 我是希望說 大家可以盡量理性的來討論 盡量把時間空出來 但是確實 有自然男性的部分 大家都可以討論嘛 好 那 因為明天有憲法法庭的問題 那到五點 我剛才遵循黃總召 那是我們五點以後 到晚上十二點 我們都來協商 明天晚上 都可以談 都可以談 因為以前都協商到三更半夜 沒有關係 那就盡可能嘛 要談都是可以談 OK 這個 明天早上先談 請 明天下午啦 明天下午大概譬如說十點鐘 可以先來 對對對 因為現在法庭是一點多 我們大家要過去嘛 請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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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台灣以後 我們再來 今天要談後續的部分嘛 看還有多少案子 我們讓黃國昌總召 請發言 你在動什麼 我還沒講完 你在動什麼 沒有 我們在排這些時間的工作上面 我們都盡量配合 院長這邊的才勢 那 所以 剛剛在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 不要去干擾到 我們本來就應該做的工作 那所以 有協商的必要 要空出時間 你說明天的白天的正式 就是 就是本來委員會 或現在法庭的工作 結束了以後 你要到晚上 坐在這邊協商 我都沒有問題 我都沒有問題 但 我沒有辦法接受 像柯建民委員 剛剛那樣子的發言模式 他的工作習慣 他不去委員會 所以他的時間都OK 我們是習慣有要去委員會 去做質詢的人 對我來講啦 對我來講 是 柯建民你不能夠永遠都主張 對你自己方便的方式 昨天下午 大家不是坐在這邊等你們嗎 那不是一樣 那你解釋過了 剛才 那你解釋過你不在場 沒有啦 要吵再來吵沒有關係 你要解釋 那是你個人的解釋嘛 現實上 昨天有召開 院長滅了啦 院長跟他說 尊重發言委會的發言 請 所以我還是拉回來 齁就是 需要協商這件事情 我再強調一次 院長只要安排 我們都會盡力的 去做配合 我剛發言的時候 我只是很清楚的 跟院長講說 禮拜三禮拜四的時候 我們本來排定的工作 各自有什麼東西 那所以可能會產生衝突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剛剛也說了 我會去協調 黨團其他的幹部 看大家時間上面 怎麼樣彼此配合 彼此安排 因為禮拜四的部分 星期四 各個委員會 都還是有重要的事情 再進行 那司法法制委員會 我等了非常久 終於反貪腐相關的法制 包括七保潛逃 可以排上司法法制委員會 那當然對我來講 我會希望的是 禮拜四的時候 法案終於排案了嘛 就能夠在委員會裡面 好好的討論 好好的審查 那禮拜三 明天上午是專案報告 沒有錯 但明天上午專案報告 我除了去市法法制委員會 諮詢 我還要去外交國防委員會 去做諮詢 然後下午的時候 會有憲法法庭的延遲 就是就陳述意見的庭期 所以我也沒有說 我因為這個樣子 就不願意來協商 所以剛剛 中國國民黨黨團說 那如果下午以後 等到白天的事情忙完 下午以後到晚上來協商 我都OK 都願意配合 我只是現實上面 把我們在白天的工作 目前看到的工作的時程 跟院長做反應 那最後 院長你只要定了協商的時程 院長你應該很清楚 你每一次定了協商的時程 我們每一次大概都是 不管怎麼樣 就是會協調 有人來參與 好 謝謝 這樣 那個施耀維 你要補中發言是吧 盡量盡量 我想 因為我們在這裡很和氣的 希望針對最後有限的時間 找出大家都可以同意的協商時間 就這麼簡單 好 請這個黃國昌總召 不要搞得全世界你最忙 立法院只有你最認真 然後你還指著什麼 柯總召不質詢這種事情 我們都是司法法治委員會的 明天你要質詢 吳四遙也要質詢 我們的招委中嘉賓也要質詢 我們只是在議案上怎麼排除 我們同時除了是個別委員 我們更是黨邊 所以在工作的priority裡頭 應當有一個智慧可以去做時間的分派 去指導別人怎麼樣 我覺得這種都不需要 那更重要的是 我們可以大家平平理 每一次在這裡黨團協商 柯建平總召永遠是 從頭做到尾的人 來來去去的人 我就不要說了 所以不要自己 心中只有自己最偉大 我覺得這樣都不是一個好的態度 我也不想很有火氣的講話 所以我們現在很負責任的 明天如果早上 我們都是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們都在乎 如果需要明天早一點去登記發言 10點回來 或者是您剛說的 也可以請不同的 您也是都請其他的幹部來 來協助頂替分工嘛 所以我覺得明天上午10點 先來做處理 10點到12點 如果如剛剛副總召說的 我們很快速的 有默契的 也許明天早上就勘救了 那如果不行 明天我們先把法庭回來 再繼續 我們願意 只是說到周四 真的還有更多的議案 可能時間上是更緊繃 大家心裡更有壓力 所以明天是合一的時間 10點到12點 可以先來進行 我嘗試性提一個建議 大家試試看 我們今天下午 因為只有到3點 3點之後有黨團幹部有事情 因為跟我溝通過意見 所以我為什麼要宣布2到3 其實我是希望今天下午全部推 但有黨的幹部有事情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事情 那我就不訴名字了 那要不然就這樣 我們禮拜四早上 10點半開始協商 然後一直繼續下去 把所有該協商法案一起合成 那明天司法法制委員會 跟下午的憲法法庭 大家就專心去做 萬一 我再重複一遍 萬一某一位黨團幹部有事情 你就請其他黨團幹部來代替一下 我相信絕對都沒有問題的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 我們就後天早上10點半 我們就從頭一起合成 因為第二天禮拜五 我們就要開始最後 清倉法案清倉日開始了 明天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就是星期四早上10點半 一起合成 請大家時間空出來好嗎 好 謝謝大家散會 今天下午就沒有了 下午就沒有了 你還要嗎 那今天下 那今天下午2點到3點一樣繼續 好 今天下午2點到3點 我們處理打到司法 3點都結束之後 我們禮拜四早上10點半 早上10點半 我們就一氣合成 好不好 好 今天那我們下午2點見 好 謝謝 我剛才 External 今天下午的座場 今晚挺好 聊天assemble 請記得下午6點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一遍